男孩为了报复前女友 在博客上谎造她的谣言 被女生伤透了心的她 急于发泄自己的伤心与愤怒 在素有的启发下 男孩用黑客手段入侵了校园网络 私自盗取漂亮女生的照片 提供给自己创立的投票网站 让男同学们来给女生外貌打分 男同学们对此乐此不疲 一时间风靡整个哈佛 网站的流量高到离谱 眼看事情的走向越来越失控 朋友提醒男孩 是时候收手了 但男孩不听劝 这个侵犯隐私的行为 自然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于是在凌晨四点 学校的工作人员就被电话叫醒 南海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校园网络给冲垮了 但他非但不恐慌 反而十分得意 完成恶作剧的快感油然而生 学校把男孩叫去喝茶 通报批评 前女友也彻底拉黑了男孩 因为他在博客上说他坏话 无视生非 男孩本就是智商超群 但情商为负数的家伙 在和前女友约会时 他都能被激发胜负欲 非得把好好地约会 弄成双方对战的辩论比赛 还嘲弄前女友没必要学习 毕竟他上的大学很一般 这不分手还等着过年吗 于是男孩又成了哈佛孤寡王 不过通过这次风波 男孩惊人的技术水平 也得到了认证 他很快就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 双胞胎盯上了他 他们不仅出身名门望族 还和男孩同样是哈佛的学生 也是哈佛赛艇队的风云人物 这对亮眼的兄弟实属校草级别的 不过他们还希望在网络上有所突破 决定拉男孩进入合作项目 也就是社交网络的雏形 一起做大做强 而且由于哈佛的响亮名声 建立的这个社交网络 会吸引不少想和哈佛学生约会的人 男孩和双胞胎一拍即合 但男孩想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不会只甘愿做一个合伙人 而是有自己当老板的野心 所以男孩找来了朋友 想和朋友一起另立门户 并承诺给朋友三成股份 朋友欣然同意了 男孩一边吊着双胞胎 一边自己创业 虽然这个举动有盗取创意的风险 但他还是注册好了脸书的域名 而且不断地优化网站 吸引更多的客户入主 可以看出 男孩是一个头脑发达 很会捕捉人性需求的人 与此同时 他的朋友加入了凤凰俱乐部 这是一个很吸引学生的多元组织 不仅有公益活动 还有商业投资和团购等事宜 这样一来 朋友就可以收集更多的人脉资源 人在江湖飘 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是朋友的固有思维 但男孩除了朋友艺人 几乎都是自己在单枪匹马奋斗 这让盗取了创意的他 成为了双胞胎的眼中钉 因为脸书很快风靡了学校 男孩再一次享受了成名的滋味 但当他泡到了妹子 并打算在前女友面前炫耀战绩时 前女友却不以为然 认为他的脑袋刮坏掉了 情场失忆的男孩被点燃了斗志 要把脸书的业务范围扩大 男孩和朋友一起去找广告商 虽然朋友的推荐很给力 把脸书的优势都说得头头是道 但男孩仍旧是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这引起了广告商的不满 不出所料这场交易以失败告终 但脸书仍然以龙卷风一般的速度 在席卷网络 这个火爆的趋势 让双胞胎按耐不住了 本想保持绅士风度 不搞投诉的他们 也要跑到校长办公室打报告 说明他们的创意被男孩盗取了 然而校长以为这只是少年的私家恩怨 自己也不会管得那么宽 于是双胞胎又输掉一垒 与其当竞争对手 不如做合作伙伴 这是肖恩的创业理念 在和男孩合作之前 他就已经是一个知名创业者了 他预判了数字音乐会代替实体唱片的趋势 一手创立了音乐分享网站 虽然没有赚得盆满钵满 但他能够敏锐地感知到网络的去向 所以在他看到脸书的时候 肖恩完全被吸引住了 因为脸书的扩张力和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这是一个千载难从的好机会 肖恩打算好好把握他 于是计划来和男孩见面 男孩见肖恩能说会道 餐桌成了他的个人秀 实在是有两把刷子的 于是男孩和肖恩结为合作伙伴 肖恩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要挣够10亿美元 这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但这让男孩对肖恩心服口服 就应该把目标放长远 他欣赏肖恩的做法 然而朋友却持不同的意见 他并不认为肖恩是个好的合作伙伴 从此以后 男孩和朋友的心渐渐疏远了 紧接着 朋友因为在凤凰俱乐部中参与了活动 无意间将炸鸡肉喂给鸡吃 因此被投诉虐待小动物 朋友感到百口难辩 但男孩并没有站在朋友那边 而是指责他这样做有事形象 会影响到脸书的名誉 至于朋友提出去纽约变现的决策 也被男孩一口否决了 他要遵从肖恩的建议 去加州硅谷再探路径 于是二人分道扬镳 就这样 男孩带着新来的实习生到了加州 只不过是短短三个月 就捅出了不少祸事 先是他们把烟囱给问话了 这巨大的声响引来了邻居敲门 没想到敲门的人正是肖恩 这两人可真有缘分 随后肖恩敬地主之意 请男孩享受一番夜生活 好好放松一下 在人群舞动下 肖恩又开始夸夸气谈 讲起如何将脸书做大做强 遇到他是男孩的好日子到了 另外一边的双胞胎就不那么好运了 他们不仅没得到赛亭比赛的冠决 还在赛后的宴会上得知 脸书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大半个地球了 一个摩内阁王子讲起自己的女儿 最近一直沉迷于社交网络 正是男孩创立的脸书 双胞胎感到了巨大的威胁 甚至不顾教养与体面 标起了脏话 双胞胎决定动用一切资源 到法庭上告男孩 这样才能获得本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 与此同时 男孩的朋友也跑过了几家广告商 纽约的确无法认可脸书的潜力 他只好也来到了加州 被淋成了落汤鸡的他 没有得到男孩的好言款待 反而被男孩的言辞重伤 唯有靠肖恩才能让脸书走向国际 不然谁能找到投资他们的大佬 朋友感到自己受到了冷漠 打算抛下这个烂摊子 不再操心这破事 所以朋友来到了银行 把银行卡给冻结住 不再给男孩提供资金帮助 不过男孩有的是办法 他和肖恩找到了愿意投资他们的大佬 将直接出50万美金 男孩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朋友 现在需要朋友来一趟签署合同 虽然朋友较为满意自己的股本数量 答应并签下了合同 但他并未得知让他心寒的真相 那就是他被股权稀释了 朋友就这样被男孩给背叛了 他还浑然不觉 来到了新开设的公司办公室 准备参加庆典 但当他读完律师给的文件后 意识到不对劲 开始勃然大怒 直接上手把男孩的电脑给砸了 男孩这么坑朋友的操作 实在不够厚道 然而男孩看起来云淡风轻的 肖恩在一旁添油加醋 表明朋友早就不算是创始人了 朋友遭到了背叛 朋友被气走后 男孩开始给肖恩射圈套 他让肖恩应该派对被逮捕 并因形象受损让肖恩回家 得罪了很多人的男孩 被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 不过在法庭上 男孩依然还是那个情商为负数的家伙 他没有气度与胸怀 朋友被投诉虐待小动物的事 也是他一手酿造的 只因朋友曾加入了著名的凤凰俱乐部 男孩就拒绝承认嫉妒朋友 且大张旗鼓说明自己现在有的是钱 大不了包揽俱乐部 但是家财万贯的他 并没有真正的富足 他没有了朋友 眼里只有利益 繁词种种 都令人讨厌 甚至连陪审团都不愿意支持他 上一个说他是混蛋的女孩 还是前女友 男孩麻木的心中 突然涌动起一个念头 他在脸书上搜索了前女友的名字 然后点击了添加好友的邀请 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这个亲手创立了社交网络的男孩 却在社交网络上 找不到一个能够交往的好友 众判亲离的男孩 是无可厚非的天才 但在创业的道路上 他究竟得到了什么 又失去了什么 只有他内心最清楚 这一切是否值得 男孩一遍遍地刷新页面 期待着前女友可以通过好友认证 但此刻的孤独却无比悲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